第一個當然 那個不是說 即日起時失或什麼是 專家覺得這樣是一個混檔 在國際相關的一個資料 那當然有很多的 我講有很多的一些辯論 那不過他們覺得最後的 大家的共識 這是一個可行的 這是一個可行的 那在可行的之下裡面 也考量各種實際的 情況 所以他建議就是說 這也要相隔8週以上 那是針對的目標群 先以1到3類來做考慮 但是並不是這樣就決定了實施的計畫 這是給我們指揮中心一個實施的方向 我們當然要根據各種的可能性 那來做規劃 那我們剛才跟大家報告 他說8週以上可以來打 然後剛才我們初步的一個決定就是說 雖然還沒有 要做 可是其他的我們都是在 相隔我們這10到12週 所以我們還決定說 也是把它拉成一樣 是10週 再來打第二劑 那至於什麼時候開始 那我想還要經過一些 討論 跟我們這些一些盤點 因為 混打了之後 確實對我們在計算疫苗的 數量等等的 他還有一些考驗 那還有本來的一個 登記的平台上面 都沒有做這樣的規劃 所以這要進一步的 來做規劃